我们从大学到现在认识五年了 在一起也快三年了 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可从毕业起 他开始变了 我是个农村孩子 家里考入大学生不容易 我只是想让我爸妈知道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不用担心我 可为什么他不能理解我呢 他越来越要面子 家里来的亲戚朋友 就算没钱也要请客 我们的生活被他弄得一团糟 虽然我有时候 做的事情有些过分 让他的生活也很困扰 但我已经知道改了 每一次他都说他会改 但还会出现下一次 我已经害怕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李23岁 来自山东兼职魔术师 女嘉宾小月23岁 来自河南幼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先生好 好 欢迎两位 是大学同学是吧 对 我们是大学四年同学 然后大三时候在一起的 到现在三年多了 都毕业了是吧 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 现在就在天津 您是幼儿园老师 对 您现在是兼职魔术师 对 那个职是啥 就是兼职嘛 就是别的也没有 就是别的也没有什么职 那就是魔术师 对 挺好 今天为什么来呢 之前就是做过一些 让他不高兴的事情 然后想给他道个歉 然后希望他能够原谅我 做了什么事人不高兴啊 咋错了呀 就是之前我们 就是他每次都用他的钱 去撑他自己的面子 然后就比如说 他有亲戚朋友来天津玩了 他就全部都要招待 就是一般人来说 请别人吃两顿饭啊 什么的就行了 但他不是 就别人衣食住行 包括回家给孩子买的礼物 全是他出钱 等到那堆亲戚朋友走了之后 自己根本没有钱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们俩就一块出来 吃顿饭吧什么 他就不 然后我去他家一看 自己家吃了好几天泡面了 就是他现在希望 我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他 亲戚来都管啊 其实也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 只不过那个比较特殊 因为他们来的时候 给我爸妈打过招呼了 然后我是农村出来的嘛 然后爸妈跟我到大生日上学 也不容易 然后我就觉得 他都跟我爸妈说了 我肯定要招待好啊 那我也不能让他们觉得 我在大城市生活得不好啊 然后我爸妈也没面子啊 对不对 衣食住行都管是吗 就他们回去的时候 住 吃 还有带他们玩 我带他们去了 然后孩子的礼物嘛 就是也没几件 就是所有人家花的钱 他全都管 就是住宿也管 对 吃 住 行 包括给家孩子带的礼物 全都是他花钱 也不经常吧 不经常 什么不经常呀 还有钱几次 就是他朋友来找他玩嘛 就是朋友来找他玩 出去吃顿饭什么 就我觉得我不会说这些 不让他去啊什么的 我就让他去了嘛 然后就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看了一个酒吧 他就非要带人去那酒吧 那个酒吧消费就挺高的嘛 因为我们毕竟刚毕业也没什么钱 然后去了一晚上 花了好多钱 自己还是最后借钱 酒吧的钱还没有还上 所以我觉得就是 他太要面子了 就是我根本接受不了 他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喜欢崩面是吧 对 根本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这个事情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那次不是因为我们 晚上第一次出过饭 然后大家都挺开心的说 去一块玩玩吧 给他说了 后来就是钱花多了一点 让他不高兴了 那是花多了一点吗 你所有钱都没有 还有借钱去接的账 最后账都没有接上 还是我去给你接的 这是花多了一点吗 那不是后来我都说我要还了吗 挣了钱我不就还了吗 但是你去还 你还不了 还是我给你还 你说我忍心天 看你吃泡面吗 是吗 主持人 是吗 你问我干吗呀 不是 你心疼他 我不心疼 但是我是觉得 崩面这事我做不出来 反正那有钱了 请朋友就吃大餐 没钱了就吃地摊一样的嘛 心意到了就行了 对啊 但是我相信你有你的苦衷 是不是 对啊 刚才说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 所以你会觉得说 你来这个城市了 要让别人感觉你混得好 是不是这意思 对啊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 出来的大学生也不多 手指都可以数得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 我爸妈就我自己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 明白 如果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还让他们担心 那跟一个孩子有什么区别 对 其实我作为一个外人是理解 当然做他女朋友 肯定日子是不好过的 是吧 而且他 对你怎么样 对你怎么样 咱们不说对朋友了 对你怎么样 好不好 他刚开始 就是我们 因为大学就一直谈恋爱嘛 就还都挺好的 就是他也会变魔术 然后每到我过生日 或者节假日什么 他都会给我就是惊喜 就是女孩子看这些 都特别开心嘛 但是现在完全不会 就是我之前过生日 就是那是我毕业之后 第一次过生日嘛 就是我其实自己 还感觉挺重要的 然后他就在我过生日之前 把所有的钱 又借给了一个不熟的朋友 然后等到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说我们出来吃顿饭吧 他就说牛牛您也不出来 我就说你怎么回事呀 然后他也不告诉我 到最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才发现他不给我过生日 就是以为把所有的钱 我借给了朋友 你说平时我也不要 他给我买什么贵重的礼物 什么的 我只是想说你心里 多在意我一点 但是这些他都做不到 我就觉得 这个事是这样的 就是之前我们都刚毕业 然后我们呢 之前也有大学朋友 他为了他的对象 然后去了上海 然后也没有钱 也要租房的 也要找工作 他给我说了 不能说不借吧 然后我就借给他了 他最后不是也还了吗 那我生日怎么办呢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那不是那段时间比较忙 然后我记得 但是就忽略了吗 所以你还是忽略我啊 你根本心里就没有我 这次就为这个事 吵架来这儿了吗 是这个吗 不是 不是 还有啊 就是有一次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次特别过分 我特别看着我家里的那些朋友 因为我有一个发小 他第一次来天津 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们一块去吃饭 他也去了 然后他直接在我朋友面前说 有钱吗 就请客 就特别让我下不来台 之后我们俩就吵架 吵着两嘴 然后他就甩脸就走人了 我说你两句怎么了 你没有钱 还不能让我说了是吗 那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这个朋友多重要吗 那你知道在他面前 他回去怎么说我 我过年的时候怎么回家 我说你两句怎么就不能回家了 他是我的发小 他是我回家的朋友 那是我家里的朋友 又不是在天津的 你的面子永远比我重要是吗 这不是面子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回家之后怎么办 您等于是当着他发小的面 问他有没有钱 在饭桌上是吗 对啊 然后 但是我之后我去找他了 其实我在他朋友面前说 也是我挺过分的嘛 然后我就去找他了 然后找他的时候 他就是特别生气嘛 他就吼了我一顿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咱俩分手吧 他就同意了 他就竟然同意了 我本来想说 你哄我两句就完事了 他就同意了 你知道吗 主持人 然后我就 那我就是在气头上 他说分手 我说好 就这样 所以你今天才来这儿了是吧 对 就你不想分是吧 就后来想 就是觉得也是 当时都在气头上 然后就有点 不是 我觉得像您 这么要面子的人 说出去的话 一言一钉啊 大男人的 分手就是分手啊 对不对 但是他对我挺好的 我知道 不都分了嘛 但是我觉得他会理解我 我不理解你 来来来 不生气 不生气啊 在平常的日子里面 他是对所有的人 都这么要面子吗 还是只限于 对老家来的亲戚 不 所有人都是这样啊 家里来人他要面子 我也能理解 但是平时也是 就比如说他朋友 过生日什么的 他都要就是请人吃饭 给人发红包 所有的都是 每个月根本剩下 不来多少钱 然后自己再回家吃泡面 他每次都说理解 但是每次都要跟我吵架 老家来人我可以理解 这天津的这些朋友 为什么也是全你来呢 因为我们 其实也不是全我来 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 这顿你请 下顿我请 就是这样轮流嘛 只不过就是他觉得 我请的次数比较多而已 那你是不是多呢 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 是不是稍微多一点 对 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嘛 因为大学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生活费 都是扣我在外面 魔术演出挣来的 相当于他们来说 就比较多一点 他其实就是 打肿脸充胖子 根本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然后来一个人吧 只要说 哎呀你在这边 魔术挺好 怎么怎么样 他就自己飘上天去了 然后就随便花钱 别人只要夸他两句就花钱 夸他两句就花钱 那也没有那么严重啊 基本上也没有瞎花呀 你知道你自己挣了多少钱吗 那 你为什么非要你的面子呢 这不是 我问问啊 对你好吗 姑娘 就这么要面子的一个男人 对你好吗 关键是 之前都挺好 但现在就是 我就是理解不了 他的一种行为 我就觉得 就是没有办法沟通两个人 想想挺可怕的 嗯 你说万一结婚了 对呀 新起来了住你们家 嗯 吃你们的 用你们的 然后发小的孩子再来 再给点 嗯 想过这问题吗 那该招待的也应该招待吗 该招待的 这是人之常情嘛 对吧 那基本上都是朋友啊 你刚才注意 他说一个重点了吗 他说你吃泡面 我多心疼啊 嗯 你想过这问题吗 我想过 那不是 那是什么 这么问你 你女朋友除了 在你要面子这个问题上 不给你面子之外 对你好吗 对我还挺好的 挺好的 对 他会不会偶尔 也会支持你要面子 比如说你还不上 钱人帮你还 会 但是刚开始还好 在学校还好 那后来出来之后 就是觉得 那为什么在学校还好 毕业之后 他就觉得不好了呢 因为毕业之后 可能找工作啊 租房子啊 发销大了呀 然后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她呀 虽然已经分手了啊 这事就想想啊 这个我想就是 先挣一些钱 然后再 挣多少钱开始娶她 就最起码 就是能够我们两个生活的 这是多少钱 就够你们俩生活了呢 这个没想过 你看 女生大概是 着急这些吧 女生已经开始 考虑未来了吧 对啊 所以你觉得 这么一个男人 怎么嫁她 是不是 对啊 就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想分手吗 这是生气的吗 这个好像像一个老话题一样 就咱都会 遇到这样的事儿 来点亲戚 来点朋友 到底怎么处理 怎么接待 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面子是别人给的 脸是自己正的 没有面子的人 才会死要面子 没有什么要什么 没有什么显摆什么 只有没有的人 他才会要彰显 你看 我有 我过得好 为什么 自己心里的卑微与自私 你说 你带着哥们去喝酒 是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花了那么多的钱 老家父母就不担心了 难道你请他们去吃一顿 普普通通的饭菜 爹妈就觉得你过得不好了 并不会 完全是你自己 没有这样的底气 而又想要证明这样的底气 才会做出的选择 所以 有的时候我们说男人 放下面子的那一刻 他才是真正的懂事儿 怎么样接待老家的 那些亲朋好友 旧邻故友呢 力所能及 兜里揣着多少钱 咱办多大的事儿 谁也不用笑话谁 因为谁都不容易 再来说说女生 她要面子 活受罪 是她的不对 但是你知道 她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吧 你今天 让她的面子碎一地 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呢 我就是想让她认清自己 就是想让她碎一地 对 你不心疼她了 她吃泡面你心疼 她今天自尊心 受到挫折你不心疼了 做女人 同样也要有情商 她好这个面子 咱多多少少就给她点 有事儿咱回家 关起门来说 不光她有错 你同样有错 尤其是在你啊 以后不能光对外面的人好 对自己老婆更要好 不能光把钱借给外面的朋友 而不记得她的生日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所以希望你们两个 能够 捡起面子 顾好礼子 收拾收拾 好好回家过日子 祝你们幸福 其实两个人啊 都是要面子的人 咱把话说回来 因为你的工作是魔术师 但是除工作以外 希望你能对小月 在生活当中 也有魔术师的那一面 经常给她制造一点 小惊喜和小浪漫 但是同时呢 小月也希望你在生活当中 对你的另一半 也能像幼师这样 给她更多的关怀 然后呢 能够慢慢地听她为伪道来 其实说白了 两个人是非常相爱的 如果不会相爱的话 就哪有这么多的恨呢 好好打啊 都好好的 二位好啊 在我看来 成长环境的不同 造就了你们现在 观念的冲突 她觉得你死要面子 活受罪 可是其实在你看来 这是我必须做的 这不是我死要面子 你觉得 她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 她从小长到大的 那个村里的那个困苦 不了解她的成长环境和背景 你们两个人的故事 让我一下想到了 很多年前的一部电视剧 郭小冬和刘若英演的 新结婚时代 他们两个人就是 一个是农村成长起来的 一个是爸妈是大学的教授 有一个情节点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看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理解 我现在突然懂了 就是郭小冬他们村里 还是一个远亲 他们家长者的那个坟地 要被他的邻居给刨了 盖房子 就这么一件事 然后呢 这个郭小冬 剧中的这个父亲呢 就说 我们村里面 就你一个进城市了 你得回来给我们这个 这家人主持公道 因为他是咱们家的远亲 而且那个时候又恰逢过年 他不能把刘若英的 那个角色 自己扔在家里 但那个时候 刘若英怀着孕 然后呢 他们两个人 就一起回到这个村 去办这件事 结果 刘若英的孩子 在村里的时候流产了 这个时候 女方的家就埋怨了 说 你看 跟你回去这一趟家 孩子没了 然后 但是对于 郭小冬那个角色来说呢 他们家里面觉得 就是应该的 你必须得回来 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矛盾 因为彼此都不理解 各自的背景的成长环境 所以 女方要现在想清楚 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是否从心底 能完全接受 她的成长环境 理解她的成长环境 从而才能接受得了 她现在做这件事的 这些原因 和背景 这是你要想明白的一个问题 否则 你就算今天稀里糊涂的 你们两个人感情再好 往下走 未来还会遇到 同样类似的问题 那个时候的日子 就会越来越艰难 男生 我刚才说的那一切 都是站在你的立场 但是你唯一有一点是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成长背景 什么样的家庭环境 你不可以对别人一个要求 对她一个要求 她是谁 她是你的女朋友 是你的爱人 你既然爱她 就应该给她更多的关心和呵护 对不对 你不能让她心寒 让别人心暖和 那你最后得不偿失啊 对 是不是 对 我想说的就这么多 你们的未来 我觉得是需要深思熟虑的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要面子没有问题啊 其实我们都要面子 男人谁不要面子 但你知道 男人最大的面子是什么 男人最大的面子 就是自己老婆 你让自己老婆过得幸福 你是最要面子的 你老婆要是成天在外面 说我过得不幸福 这个男人不能给我幸福 你腰缠万贯 你也是没面子的 所以你要弄清楚 什么叫面子 你请别人吃饭 是别人给你面子吗 是你给别人面子 对吧 所以你得搞清楚 什么叫面子 明不明白 女人其实是男人 在外面的面子 其实有的时候 那些要面子的人 挺让人心痛的 难道将来 你要为了自己在外面 能够请得起朋友吃一顿饭 让老婆在家吃泡面吗 那叫要面子吗 这样的男人是最没用的 你是个学生 你按道理来说 你去演魔术 挣一些生活费 这是很励志的 但你入不敷出 没有这样的能力 偏要挣那样的面子 要那样的脸 去请别人吃饭 把自己口袋里掏空 然后让自己的女朋友 贴钱来替你还债 你觉得你有面子吗 今天是个非常好的开始 将来有几分钱 就花几分钱 如果还有一些朋友 硬要拉着你吃饭 那这样的朋友就不要交了 那都是盯着你兜里的钱的 说来也奇怪 一个特别要面子的男人 偏偏找了一个 不给自己面子的女朋友 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 基本上特别要面子的男人 都是怕老婆的 你发现没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那是因为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只有老婆才撑得起自己的底气 就是刚才你的那句话 看见你是泡面 我先泡 说明这个男人 还没有分不清楚好歹 分不清楚谁是爱自己的人 也分得清楚自己爱谁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在家里 可见的骂都没关系 在外面 也不用太给他面子 要给他适当的面子 但也不能太给他面子 因为我清楚 像这样的男人 如果你在外面 你稍微给他太给面子了 他也会尾巴敲上天 但是你要时而懂得警醒他 用一种聪明的方式提醒他 你又有点飘了 你可以踩他的脚 对不对 那也不失为是生活当中 两个人之间甜蜜的小互动 所以男生要学会 去体会女生对你的调整 女生也要体会男生 因为成长 给他内心带来的自卑 彼此都给对方面子 你在外面给 他在家里给 你是他的面子 也希望男生自己 也要争得自己的脸面 好吗 就这样 其实几千年流传下来的 这种约定俗成的 这种宗亲文化 或者乡里文化 其实在我们内心 还是挺重的 是吧 为什么他要那份面子 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很重 你可能家里没有这种体会 他的体会就特别特别地深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至少他不忘本 但是第二个矛盾就出来了 就是因为我们 从那个土壤出来之后 我们到另外一个土壤 来生活了 怎么做到不忘本 又让别人来理解 我觉得那是一个 成长的过程 就是你首先 不能固执地认为 你是对的 我们怎么做 又暖了亲人的心 又不打肿脸充胖子 那我觉得就一个好方法 坦诚面对 不打肿脸充胖子 有多少钱 办多少钱的事 只要大家觉得你是真诚的 就行 女生我想告诉你的是 一个人一定有他的多面性 这个男人有他好 但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侧面 要不要接受 您自己考虑 因为如果把这一切 都忘了的男人 也挺可怕的 你想清楚 这是你自己要考虑 男生 家庭最重要 自己的家庭最重要 但是不要忘记 还有那些曾经帮助过 你和你一起成长的人 忘了也不好 处理好比重吧 多动点脑子吧 我觉得不影响你们的爱情 接下来一起 其实真情留什么 我知道以前做了很多 让你不高兴的事情 可能我做得有点酷 我会尽量地改正 希望你能够理解 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 其实我没有不理解你 我只是希望 你可以多考虑我的感受 也多考虑我们以后的事情 然后 你想要面子我也会给你 但是我希望能有一个度 而不是你每次 都像原来那样 行 我尽量做到 咱们两个一块成长吧 行了 亮灯吧 回去吧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请回 就是生活里面的事 还挺有意思 就是看起来特别小的冲突 来 请关门 但是你仔细想 如果这个冲突解决不好 真的会影响到他们的感情 这一对是有很深的 那个感情基础在这 所以才这样 但是我还是担心 如果男生处理不好 这一些问题 未来即使他们真的结婚了 有家了 可能麻烦会变得更大 所以核心的关键是 女生接不接受 男生的这种思想意识 这种观念 如果接受了观念 怎么在这个基础上是改进 那才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来吧 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的选择 请开门 来吧 走了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能理解 所以其实经历了它之后 应该有所改变 对吧 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因为生活里面一定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好 然后是其他的所谓外围嘛 对吗 都不能丢 谢谢 请回吧 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版本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这一切 因为你现在这么听起来 确实做得过分 所以我看男生也欣然接受了 女生今天的态度 其实也给到了 未来的路其实很长 我理解你并不意味着 我一定要陪伴你 所以真的走在一起 是太不容易了 有那么多的条件 如果在一起 就好好找到你